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弹字唱赛德克族的传统歌谣 让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相当感动 其实我坐在那边其实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在一唱 前面几句的时候把我带到 我可以想象我们那个 By Me Own的一个整个画面 然后那个海跟那个 遥望的一个感觉 那其实有一种 很难说述说那种情感 就是它是在保护我们的家乡 甚至它也是在帮我们去守护 对风景很美 因为就跟花莲海 比如我们有一个七星坛的音乐会 那种感觉是一样 因为它贴近海 所以隔壁而已 就是小时候 因为小时候就在那里长大 所以那个土地对我们而言 特别有感觉 就是当我的脚要踏上那一块 白敏翁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回小时候的感觉 这场白敏翁炮台山海音乐会 将在9月14号星期六举办 适逢青发战争140周年 特别规划了国台语 原住民 西班牙 法国等多元音乐歌手开唱 考量周边道路狭小 因此也特别邀请民众 以登山践行 徒步上山的方式 参加音乐会 沿途有即章送好礼活动 协和电厂也赞助 一千支冰棒发送 还可以参加摩采抽大奖 今年9月份 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活动 这礼拜就我们Fresh Wacken 就是我们那个 青发140的系列活动的第二场 就是在台发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活动 那下礼拜9月14号 我们说的不见不散的白敏翁音乐会 那在9月底也是 9月26号是我们 也是针对青发140的系列活动 就是第25小时的整个的策展 那这次我们也邀请了 法国的一个旁闭度的艺术家 来到了基隆 还有日本跟西班牙其他的国家 一起为我们这次基隆 打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 的艺术饗宴 这也是我们在这次 整个青发140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力 希望透过多元艺术音乐等等相关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 现在基隆的爱跟和平 透过这场音乐会活动 市府邀请大家一起散步上山 来炮台听好歌 也借此感受白敏翁炮台的山海美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和平 基隆报导